一定要有瓶蓋 OK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座谈会 我们有从左到右是Richard Lean 然后还有 不对 我讲错了 从最左边那位是Richard Lee 然后第二位是Richard Lean 然后接下来是国外航教授 然后是Jay Surf 然后接下来是郑永斌教授 然后还有陈忠诚教授 那我们这场的主持人是Richard Lee 那然后各位随时可以在IRC上面 跟那个ASK Panel那个Nikname 跟他发问题 但是我们的问题会挑选 然后集结到最后面的时候 再统一问老师们 OK 好 那就请Richard Lee开始 好 大家好 这样应该都听得到 那这是SICCON 2014年的座谈会 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次的座谈会主题当中 特别是我们找了很多 在学界里面很努力改变这个资讯教育 或者说我们在产业界里面 想要为资讯教育一起做些 不一样事情的这些语谈人 那如果大家等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很欢迎在IRC上面发问 那我会希望可以多留一些时间 让大家的这些一些想法或意见 可以一起拿出来讨论这样子 那我想我们在正式开始这些问题之前 因为前面有两位教授已经曾经 就是刚刚在Kino的时候 已经有稍微跟大家交流过 那我想还是给个时间 就是说让每位的语谈人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是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大概是哪里来 那先请这个吕强开始吧 OK 大家好 那我跟他英文名字都叫Richard 所以说我待会为了区别起见 那我中文名字叫林吕强 旅行的吕强就是很强的强 然后那个台下有一些朋友 就是我之前常来跑校园认识 都会叫我强哥 不过我当然不好意思叫左边这几位老师叫我强哥 所以这个就是 各位就叫我吕强就可以了 那我之前是服务在那个就是中研院自由软体主导厂 就是今天的主办 共同主办单位之一 然后呢负责是校园推广啊 还有一些社群的经营啊等等 那现在呢是到了一家叫做Git Cafe的一个公司 它也是做一个open source的平台 那所以说我在里面也是负责到学校啊 然后到社群去做一些推广 然后做一些商业发展 那今天其实会参与这个SIGCON 也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算是也是投入的工作人员之一啦 然后我很高兴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第二届 然后这更大的在这个场地继续开始 那所以说呢 我希望说未来 大家可以去多参与SIGCON这样的一个社群 然后不只是坐在台下当听众 而是一起为我们的同学还有学弟妹 然后付出更多 然后让我们资讯计算机专业的人 然后可以做得更好 OK那待会有什么议题我们可以再聊 那给郭老师 谢谢 很荣幸来参加 这有年轻人当家做主的会议 因为我接到邀请的时候就很高兴 所以其实我是刚刚才从台南上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所以主办单位当初说 邀请我现在负责教育部 软体人才培育来一起来主办的时候 我就欣然答应 但是为了尊重主办单位的主体性 所以我们是协办 那我个人的身份比较复杂 我现在是正大理学院院长 那也是正大资讯科学系的特聘教授 不过因为我是从成功大学 接调到正大 所以我同时也是成功大学 资讯科学系的教授 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 事实上过去几年 我帮教育部推动 资讯软体人才培育的计划 那事实上这个也就是 在过去几年产业界 一直在反映说 台湾的软体人才不足 那所以教育部很重视 就请我规划 然后来这个推动 那当然我们推动的主体 都是从老师为主 那这一次 从学生为主 我就觉得很好 所以我在教育部报告的时候 说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翻转模式 就是有年轻人自己来 这个规划一个活动 规划来讨论 我们要怎么发展 那事实上我也是 国科会开放软体 研发专案的 推动办公室的主持人 所以过去跟OSSF的合作蛮多的 所以跟大家应该是很有缘 那不过我看了一下 在座可能我年纪最大 已经是老扣扣了 所以也是希望来这边学习 因为很快会被后浪卷走了 但是我当学生的时代 是电脑或者我们说资讯科技 开始起飞的时代 所以我可能是台湾第一个 做IBM PC Compatible的研究生 那个时候 帮IBM PC刚 announced 那东远跟我的指导教授就合作 是要做跟IBM PC Compatible 但是不能违反IBM 在台湾申请的三个专利 的这个PC出来 我们有做出来 不过很可惜 东远后来没有生产 因为东远是希望去做ODM 做OEM 当时候他们没有找到够大的 这个公司来下单 够大的客户 所以这个地方也有点可惜 东远在我帮他们开发电脑更早 其实就开发 我的指导教授就帮他们开发 台湾第一套中文电脑 结果当时候总经理问总工程师 说你看这个以后可以卖几套 他想一想说 一个月看能不能卖500套 总经理想500套 为了一个月500套 我去开一条呈伞线不划算 所以就没有生产 所以远见是很重要的 这个需要来自各位 那最后我要期待的就是 我想改变我们台湾的力量是你们 可能不是郭台铭 甚至可能不是施政荣 所以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能够帮台湾找出产业 跟社会转型的力量 那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 各位好我是黄鸡群 然后我的ID叫JSERV 反正随便你怎么念 然后我现在 我现在在经营一家 生意电子相关的 十大公司 然后因为时间还蛮闲的 所以就 就是因为做医疗这一块 医疗电子这一块 没办法那么急迫 所以就是变说 平常还有点时间 所以我就在成大 教大还有台大志工 这几间学校 就是接一些课 我也是郭老师的学生 然后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然后我今天下午也有个议程 就是有个 我也忘记题目叫什么 反正就是十分钟的议程 然后希望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 其实我是一直相信一件事 就是我们用资讯技术 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 那也许不会那么明显 但是扣扣累积 然后协作 尤其大家看 早上的那个议程 大家应该也有感受到 其实大家可以用双手的力量 然后用这些开放的技术 然后衔接这些 不同的社群 可以创造出更多东西 谢谢 喂 那我因为是早上第一场的Keynote 所以大家应该都认识我了 那不过如果不认识的话 就是我是中央大学的郑永宾教授 目前在就是中央大学的志工系 在混日子 那我大概是在座第二老的 所以看不出来 表示我保养还不错 好 那我是从金门来 我金门大学志工系陈中诚 那我早上有报告过 有关于陈思仁杂志的事情 那剩下我想我就不再多讲 那可能多留点时间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就自我介绍过 那我也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叫Richard Lee 那因为两个名字真的很像 刚刚李翔也讲了一次 所以资讯工程界里面有两个很困难的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命名 可能运气很好 刚刚我们命到一样的名字 就是会有可离选这样子 那大家就叫Richard就好 那我现在在做食谱相关的科技网站 没有就叫爱料理 是做食谱的网站这样子 然后负责技术的部分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座谈会的主题 那所以说在这次的这个SIGCON 一开始的时候主办单位就定了一个 就是说学生的实作与创新 那其实刚刚像早上的Kino当中 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就是关于 比如在学校呢很多 我知道有些同学会想说 学校可能教的是比较理论的内容 那可能实作是一回事 理论又是一回事 但早上 程老师也说了 就是实作不一定是跟理论是相对的 其实是可以互相欣赏 而且可能好的一些实作的 好的一些技术呢 实际上也是有很深的一些理论的基础 才有办法做出好的东西 那就是想问问看 就是在各位语谈人说 那对于一个资讯背景的这个学生 不管就是说资讯相关科系的学生来讲 怎么样子的实作 或是所谓的实作能力 应该是怎么样子能够彰显 那应该具备怎么样子的成果 会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是这样的远的来吗 没有我不知道 就看你怎么安排 其实这个问题是谈到我觉得是两个层面 一个是实作能力 一个是创新 那我觉得说实作能力是这样子 因为它比较像是比较基本功的部分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 我同时有接触台湾的 以及大陆的一些学生 那我的感觉上来讲 就是实作能力这部分 可能在 我看到如果是大陆学生比较强的那一部分 他们在实作的硬底值是非常的深的 我举个例子 像我前天去 因为我才刚从上海回来 那就是我前天到复旦大学 拜访一个老师 他说他的学生已经把 OpenStack的code 全部都快要看完了 然后接着他另外学生是看 WebRTC的 并且他们看完了解之后呢 还要再去挑某一个部分 再去做修改 我一听到我就觉得说 我在台湾很少能够有到这个级别的学生 后来他就介绍我某个学生认识 他说他是某一个神 计算机竞赛第一名进到复旦大学的 OK 我听到之后我觉得确实啦 台大 即使是台大或者是交大 在台湾已经非常顶尖的大学 但我还没有特别感觉到 在下苦功夫这块 我们可能还不够强 但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点是这样子 就是在创新部分 我很明显地感受到那个学生呢 就是他连跟我沟通都有点困难 就是他很腼腆 然后感觉就是真的很窄 就比起我们而言 他真的就是说 他可能比较容易跟机器沟通 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所以在创新方面 我觉得台湾的学生有个优点 大家可以继续去保持 就是沟通能力跟想象力 那我觉得像 比如说各位可能在学校 会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可能参与社团 或者是修课等等的 你们有没有办法 跟不是你的 这个计算机的专业的人 然后来告诉他说 我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了解对方 例如说一个设计师 你在做什么事情 并且互相去沟通 然后做出一些新东西 那这是很重要 我举例像比如说 在iCook好了 他们的专案其实 里面绝对不可能 就只有说 你实作能力很强 然后呢你必须要去想 去创新 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你的logo怎么设计比较好看 你的UI怎么设计 而这部分呢 虽然台湾并没有特别 去开设这方面的一个科系或课程 在我看来是课程设计上没有特别 但是明显这一块 我们是做的还算不错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有空 去发展我们自己的兴趣等等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 实作能力还是要跟上 因为硬底子功夫 像比如说Jesup就很常强调 要硬底子功夫 那这东西我觉得 我无法给大家太多建议 但这部分如果占了扎实 那搭配上我们的新创能力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竞争优势的 只是这个优势我觉得 要怎么去维护 可能再听听其他老师专家的意见 这样子 因为事先有介绍大会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在高铁上就做了一些功课 这个实作 我记得在我当学生时代 这个一开始好像不是问题 是因为以前Trace CPM86 这个是每一个学生都要做的 我的指导教授刚刚我有提到 实际上他是台湾最早做 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他是几年 在台湾教授 然后就会回到美国 然后再过几年再回到台湾 他当然是很重视实作 不过他在那个年代 曾经也有一个疑问 说要我去了解 帮忙了解一下 台湾的政府 到时希望教授是做出有用的东西 还是要发表一对paper 那当然这个问题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明确的答案 所以就我个人的经历 实作能力 这个是很自然的 那当然现在时代有点不一样 整个资讯系统的复杂度 也变得很高 那应用也更多元化 所以实作能力的培养是怎么做 或许我们可以有新的想法 不过我很高兴的就是 我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奖状 一部分是论文的奖 大部分是实作系统的奖品 都是我的学生帮我拿到的 几年来每一年都要帮忙 这个评选很多比赛 但不同的委员其实有不同的观点 就是说当我们在评论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第一名的场场 他也会拿到后半段的分数 在九个人十几个委员 所以这个欣不欣赏 从什么角度欣赏 其实本来就是很多元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担心说 我要做出什么东西 什么作品才会被欣赏 其实它应该是很多元的 不过我自己整理了几项 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作品能不能展现 你对你所处的世界深刻的观察 还有对这个世界未来变化的需求 有深刻的动见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你能够知道 这个社会使用者未来的需求 你的作品就比较容易打动 别人的心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学资讯教育的人 我觉得你的作品 当然应该要能够展现深厚的 资讯素养跟资讯技能 也就是你的 这个竞争的障碍的设定 不是别人可以随随便便 就可以这个 追上你的 所以第二个 你怎么展现资讯素养 跟这个资讯技能 是很扎实 第三个 你能不能融合跨领域的知识 我们的创作常常从科技自己的角度去看 那我举一个例 我们说为了照顾老人 所以怕他晚上起来摔跤 或者心脏病发作 没有人照顾 所以我们就说 好 那我在你的房间装一堆镜头 随时注意你的行动 那后来医生就告诉我们说 这是不可行的 因为有隐私权的问题 我想想也对啊 通常我们在住的地方 通常是 你在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衣衫不整 那你会习惯 有好几颗眼睛 24小时看着你吗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我们在讲那个 这个节能 智慧家庭 那我们就说 哎呀 在屋子里面怎么节能 结果谈了半天 建筑系的老师 跟我们挑战说 你们说用了一大堆 设备要来节能 你们有没有估过 这些设备的耗电 是怎么样 所以 我觉得 怎么样融合 跨领域的知识 到你的作品 而证明 它是真的可以解决 那个domain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 怎么样展现你 这个作品的人文光怀 跟多元价值 我希望强调多元价值 就是所有的作品 并没有单一一个标准 最后一个 当然还是一样 你的作品 有没有社会应用的潜力 或者是产业应用的潜力 所以 这几个面向各位思考 当你在 Define你的创作的时候 那从这几个面向来思考 你的作品 有没有在这几个面向 是什么样的内涵 那 关大家参考 既然前面的老师 还有专家们都 都讲思作吧 那我就讲理论好了 就是 这 因为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经验 我大概是从 1999年开始工作 就是 所以 比我同学 大概 跟我同年年 大概都早 大概五年以上 去产业工作 所以 我面试过蛮多人的 基本上 以前我面试的时候 就跟股价 面试的数量 跟股价 成正比 就是 以前我一口气 可能一天就要面试八个以上 那 所以 从各式各样都有 从台大电机 台大职工 然后一路这样子算下来 都还蛮多的 然后 从国外的也有 然后 那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呃 我们今天讲理论实作啊 然后 很多的同学都说 呃 在大学啊 很多说 很多人说 在大学 学校只教理论 可是我问一个问题啊 大家 媚者良心问 问自己 Arc tangent的 积分是什么 对啊 Arc tangent的积分 好 你知道很多人是打不出来的 好 我知道 在座的同学 应该都打得出来 就是三角函数的积分 这个是 高中三年级就教过的东西 但是 很多人是打不出来的 呃 为什么 你没有 在该回答的时候 把回答出来 因为 你以前考试的时候 那一刻都会的 好 然后再来是说 在你的生活环境 有多少 部分是跟讯号处理有关 好 有多少地方是 跟基地统计有关 好 其实这是跟我们 奇奇相关的 但是 呃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至少在 我面试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是 回答不出来 然后 可能面试过了 然后到了公司工作的时候 可能又 面临另外的问题 好 就比方说 我们以前之前在做 呃 我以前在做手机啦 我大概手机做了十年 然后我们手机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 又要低功耗嘛 那又要多媒体 所以可能需要对演算法做调整 就修改一些 呃 这些统事跟他们合作啊 那其实他们以前 这些数学都很强的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到工作的时候就数学都不太行了 好 这这就是 所以 你问说 呃 你 就可能各位质疑啊 说学校是不是都在教理论啊 我 但是我的问题是 到底 学的理论 然后用在哪里 那其实 刚才郭老师有跟他讲一件事嘛 就是 你真的其实你要去 使用它 那 我想 不管从 哪个角度看啊 不管大家 现在念的学校是怎样 不管大家未来选走什么行业 其实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想的是什么 是想说 这些 资讯技术啦 这些理论背后啦 或是说我们所面对的应用的面向 你是用什么心态去 去关注它的 然后 那我觉得 大家现在 在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就是说 呃 各位要想一件事嘛 像 至少我以前小时候呢 写文章 就算拿到真文比赛 拿到第一名 苗栗腺第一名 不然全省可能拿到第一名 我写一篇文章前面有多少人看 我觉得两千人看已经很棒了啦 但是 各位现在不是啦 你在Facebook上面 随便发表一篇文章 最好是跟什么星座啦 最好是批评一下双子座男生这种的 你知道那个转载的次数啊 都是上千了 然后随便就是上千 一篇都上千了 然后我也看过转载13万次了 就是 你写一篇文章 你画一个晚上写的文章 13万人看过 这个是在 我们二十年前十年前写文章 根本没办法想象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的 然后写软体也是一样 只要你现在写的软体呢 哪怕只有写一行 但是你成为Linus核心的一部分 因为大家知道一件事嘛 Android手机的出货量呢 已经超过9亿了 9.3亿只手机了 也就是说 你今天 你写出来的 那Android手机呢 它的核心就是Linus核心嘛 所以你对Linus核心 只要贡献一行 那表示什么 有超过9亿装置 从超级电脑 到各式各样的装置 是都会内建你的作品 而且呢 你的所谓的使用者 还是没有拒绝你的 你有办法把那个 作业系统核心 就是某一行去掉嘛 那就不会动了嘛 这是显然道理 这是在过去没办法想象的事情 你去卖软体 你可能就是 我软体写得很好啊 然后我可能做影像处理啊 然后做得很好 那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说 直接是内建在各式各样的角落 那其实以前跟 软体跟硬体的接线可能很远 但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意的是什么 从内容啊 从应用形态 这已经做转变了 所以我想大家在这个时间点 蛮好的就是说 你可以去想 你可以做 哪些有高影响力的 那你好奇 你可能会说 我只是有兴趣 来做这个 来学电脑 可不可以啊 我觉得 这当然是没问题啦 但是 除了有兴趣以外 其实要去想 你的兴趣啊 怎么去延伸啊 那怎么去 怎么去思考 更成层次的议题 喂 好 那 因为这个题目 創新跟实作 其实它是 两者缺一不可啦 不过 因为創新的东西 我在我早上的Keynote 我已经有从另外一个角度 好 那大概 阐述给你们听了 不过我 但是 从实作的角度 我大概回到 学校 你们有时候学生 最原本的状态啦 应该是说 你如果是一个会主动学习的人 好 你如果是一个会主动学习的人 那其实 你都不是 你其实不是我们担心的学生了 好 那其实我们绝大部分能主动学习的人 是不多的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是要靠我们学校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正统的资工系 我们安排这些课程 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有必要的 它的理论 它的一些东西 这东西我们安排给你 那大部分学生是属于这种被动学习的状况 好 那 所以 问题来了 就是说你在被动学习的过程当中 嘿 你学到的东西能不能跟实物上有所对应 这个有时候也许你的学校某一科老师教得不好 但是你自己要有这样的体认 好 也许你的学校把某一门应该是很实物的课程 比如说最明显的 作业系统 好 其实现在大家都把它当理论在教 嘿 比如说你作业系统如果各位修过课 你学到那个 好 随便讲一个topic 同步的时候synchronization 那课本的东西有时候它教得很理论很实 因为它不想偏重某个作业系统 但是你可能应该要找出来 OK 比如说什么Semaphore这种东西 在Windows底下是什么 在Linux底下是哪一些system code 你自己要能够要求你自己做到这个对应 那如果这个东西最简单问老师啊 好吧 那如果老师真的不知道 因为它这门课可能是被赶鸭子上架了 那你自己现在的网路 绝对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重点我认为就是说 好 我们开做这么多的课 你怎么样把那一些的东西 跟你实物的实作 能够关联起来 好 这讲白点就是说 其实就是那句老话 你不要为了考试而考试啊 好 比如说刚刚Jesop讲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 为什么你以前 比如说拿高分的科目 好 到最后真的要用的时候 你忘得一干二净 嘿 其实我 包括我在interview 研究生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会这样问 我就问你哪一门课最 分数最高 好 那他就讲他哪一门课 拿了九十几分 然后我就问里面的一些问题 他都答不出来 好 虽然这跟实作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他背后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跟 他如果你今天念的东西 你没办法跟实物跟实作的东西相连结 你就会忘了 因为那东西是背来的 好 那东西是理论 那理论有时候忘了也没关系 但是你如果真的在实物实作的时候 好 像我刚刚举随便作为系统的例子 你去写几行call 至少try一下这个systemcall 那网路上现在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resource 那你那一门课 那个东西学到 就才是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也许每个学校 每个系所 每一门课 你们面对的状况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 你永远都碰到非常好的老师 准备非常丰富 像陈老师早上讲的那种 还会uncall 那不可能存在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能不能 因为其实 资讯工程是一个 实物对应的工程 除非你为了要走学术路线 所以你必须自己要求 你要去懂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它 你把它对应到 那当它 我这门课学的东西 我未来在coding 在做系统的时候 到底是 要从它里面 拿来用什么 这个恐怕 有时候你们自己要自己 自我要求这件事情 那你学的东西 就会很扎实 所以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回到学校 理论上 资工的大部分的课 都应该是要有程式作业的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 到现在还是认为 资工的课 好像都在念理论 那个其实是 某种程度 不好意思批评学校老师 某种程度 有时候学校老师要检讨 但是 至少我不知道 我常常 我大一到大二的过程当中 我那个programming的课就非常的多 但是我碰到的学生 他说 我大一跟大二没有写过什么程式 如果说这是教育的问题 但是你自己要有警觉 就是我们这个学门 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实作的各个领域 每一门课 它其实可能都代表一个领域 你在修那门课的时候 你都能够亲手动手做一些东西 你的目标是懂这个东西 而不是为了考高分 那这个东西未来就是你的 所以我比较跳出来 从你们本身的学习的状况 就是说 你也许会去写另外一些 跟学校无关的project 那都ok 但是回到学校本身教的 我觉得资工系安排这些课程 必定有一定的道理 只不过看你怎么样 你的学习态度是怎么样 好 大家好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谈 实作的程度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给一些我的想法 就是我记得 实作的程度的事情 我记得 上一期的联合新闻网 我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建议大家 不是联合新闻网 是code data 我建议大家是可以 向开放原始末取经 那我觉得其实这几十年来 Open Source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知识库 那我觉得其实还没有 大家其实还 往往就是会看到说 ok 这么大的城市 这么大的专案 我怎么样子切入 那我想这方面我觉得 ZSERV绝对是比我强很多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杂志里面 我们往往会写一些非常简短的程式 比如说类神经网路啊 爬山演算法 然后甚至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去做开放电脑计划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试图自己 从最底层开始硬体开始 一直做到变异器 然后想做作业系统这部分 但是事实上 以我现在的能力而言 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完这个东西 那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背后还是有点动力 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想做开放电脑计划 想要完成这样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看到说 ok 现在的工业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整个体系架构非常的大 那大到一个问题是 学术界根本无法附和 学术界无法附和的结果 就是我们只能教理论 那只能教理论 对同学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伤害 所以前两天我看到 那个S.Dite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读书为王国之本 ok 那当然你或许可以去搜寻 他这篇文章 那主要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在学校 往往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忘了 那为什么会忘 因为我没有实作 真正只有实作才有办法 把你提升到一个真的非常了解 然后对于那个东西 你能够有长期的记忆 而且从里面还可以了解更多实作的议题 那可是因为工业的体系太过庞大的结果 我觉得导致我们的教育 其实是很难支应这一块 那所以我才想说 ok 那我能不能自己来 自己设计CPU 自己设计主义器 自己设计编译器 自己设计虚拟机 那当然我们学术界 想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的规模 通常就是没有办法 像业界那样 可是也有一些好处 就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设计CPU 那我们的编译器 一定是最短 我们尽量把它弄成非常非常短 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 我可以自己设计CPU 自己设计编译器的时候 那再往上去 当然我们的编译器 可能很阳春 可能很不是那么powerful 但是再往上去 我们就有一个基础 我们就有一个立足点 那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希望说 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立足点 可是我觉得在能力上面 其实一直还有所不足的地方 那这是我觉得还一直希望 要努力的地方 那这是我觉得还一直希望 要努力的地方 谢谢 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像你可能 理论与实作 这其实是相辅相成 就是说在学校里面 虽然学了很多理论的部分 可是如果真的 并没有把它发挥用场 就是真的去实作出来的话 其实可能过了不久之后 就会忘记 那可能也不是那么深刻的体验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的是说 那刚刚其实蛮多位都有不业儿童提到 就是说在不管是科技与医疗 或者说像不同的领域之间的这个应用 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算蛮重要的 就是说城市或者说资讯人 不只是可以在资讯领域上 可以发挥很好的这个用 可以派上用场之外呢 也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上面 解决不同的领域的问题 那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是讲那个job description 是一篇工作的job description 然后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他就说你需要的语言能力 那当然一般可能我们找技术性的工作 他可能就跟你讲说 你要C或C++之类的 然后那个job description 他写说C和C++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english 然后就是英文能力也很重要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比较趣味的小事情 那只是说不知道 语谈人在对于资讯系的学生 刚刚强调了很多 在实作跟理论上面是很重要的 之外呢 在在学期间呢 我们还能够 以资讯学生来讲 我们还应该要具备 怎样的能力 或是在之后 比较是具备了生存的能力呢 好 其实就这个点来讲的话 刚刚讲过理论或者是说实作 那不论是理论或实作 其实以及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要跟其他人一起沟通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东西 有点cover到我现在要讲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去了解 你的专业领域以外的一个东西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完全无法 例如说像有的公司里面 可能是 光是程式设计师跟designer之间 他们就没有好的protocol 可以互相去沟通 那这就产生很多工作上的障碍 以及合作上的障碍 那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去沟通 其实重点就在于说 你能了解对方的语言 那回到语言 其实刚刚Richard有讲到说 我去学校讲课之后也说 你觉得你哪一种语言要先学 是C吗 还是什么 可能是English 那为什么会讲English 并不是说我们特别崇洋媚外 而是说呢 掌握了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如果说我们只掌握 像我真的有遇过的人 就是他学写程式是 他看不懂英文 他把那些英文符号全部记得 他知道是什么功能 下去这样写的 那他的扩展性就会比较可惜 就是他必须全部只能看中文的内容来看 那回过头来 如果我们今天有办法 用自己的兴趣的时间 就是课余之外的 比如说我是志工系的 但是呢 我去看一些 例如说我对于商业 对于气管很有兴趣 我去看看这些公司 产业界是怎么样 或者说我今天对于设计很有兴趣 那我可以去看其他人怎么样 我们往往都忽略了一个点 我们的社会以为你是哪一个专业出来的 你就是那个专业的 你在另外一个业余 显然就只是业余 我们很多人可能假想是这一个点 但事实上这是错的 有可能呢 你像在座各位 我相信一定有人 不是志工或志管系 但坐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眼睛就看得到 角落有个台大法律系的人坐在那边 OK 对就是 对对对 那他的兴趣是写程式啊 OK 那虽然说 为什么他就读法律系 以后有空来问他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 真的业余跟专业之间 是这么的有鸿沟吗 那是过去过时的概念 因为过去大家觉得说专业跟业余是不一样 但今天不是 很多同学我知道他进了职工系分两种人 一种是听说职工系很好 但不知道职工系是什么去念 一种是他本来就在写程式 写一写他觉得说我就去念职工系啊 甚至有第三种 就是说我很爱写程式 可是呢 我或许觉得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系更好 那我把写程式这件事情如果拿掉 换成是英文呢 我有个朋友 他多亿第一次考980 绝不满意第二次考990 OK 那他呢 本来是想要念英文系 可是呢他想想觉得我干嘛念英文系 英文是我的兴趣啊 他读到莎士比亚 可是重点是 那我觉得英文我已经够强了 那我需要有第二专场 所以他选大学的时候想的是第二专场 就他选了 他选了那个东吴法律系 那后来呢 他在东吴法律系读毕之后 觉得说法律也没有太大兴趣 后来又去读了经济的研究所 那现在做的事情也不是法律的 OK 但是呢重点就是说 他在找寻什么事情才是他真正有兴趣的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体制 对于同学 年轻人去找寻自己兴趣 没有太大的宽松 就是说很多家长都觉得说 我就叫你 你要读什么 你做医生啦 你做 就是说你做读书啊 就是说你就是哪一种行业 我们的类别定很清楚 那导致呢有时候是整体社会氛围 由上而下的去给直接或间接的压迫 我相信各位年轻的同学们 一定知道我所谓的这个压迫是什么 有时候即使你的家庭没给你这个压迫 醋皮陶贝也会讲说 哎那你个子怎么做 我不知道啊 什么的就是 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限制在 所以大家如果已经很幸运的 找到你的兴趣了 所以你来塞卡嘛 如果你找到你的兴趣了 你就继续往前面走 不论你的专业是计算机或不是 那第二点就是说 你应该要找到另外的时间去发展 第二个专长 第二个兴趣 而且呢一开始不要功利性的觉得说 这个东西在社会上有没有用 我能不能是赚到很多钱 我现在社会缺什么我去学 讲白一点啦 现在社会缺什么 等到你要就业的时候 可能缺什么又改了 OK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快 那甚至呢就是以后缺什么 像我们真的能看到五年后 十年后的职位 以及他开出来的position requirement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呢有时候相信自己的本心 到底喜欢什么去做 那我会觉得说 比功利性的去讨论说 那我现在就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就说什么 资讯人啊 他要什么第二专长 开始就讲一大堆 我觉得要想的是自己要什么 OK 那这个重点会更重要 然后把你的专长 跟你的不是专长领域融合在一起 你就是一个特殊的人 一旦有特殊的需求找到你了 那就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我举个个人的例子 不好意思我讲比较久 其实呢我个人 并不是念资讯科学出来的 我大学是念法律 研究所是念经济 但是我对open source 跟资讯很有兴趣 我大学只有两门课 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叫著作全法 一个叫科技法 这个都是跟资讯科技 有非常大的兴趣 而那时候我的兴趣是玩音乐 那后来我发觉 音乐好像就是说 我又长得不帅 不是偶像型歌手吗 那我创作 其实我真的去过EMI 那种唱片公司去实习过 我发觉 在音乐产业中去作曲去创作 那个可能我自己的天赋 跟我的兴趣 还没cover到那部分 后来我就找到open source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 以至于呢 我现在就进入到这个行业 那到这个行业之后 我在OSF也做了好一阵子 那于是呢 在这个市场上很难找到 你又了解open source 然后我自己也做校园 跟社群的推广 并且我还了解一些 license跟商业 这种人其实很难找 但是我也很难找对方 就是我要找工作 我也 我的position很难找 但是刚好就有一家公司 他希望能找这样的人 他全 他全中国找不到人 所以找到我 所以说我 我后来就到中国去工作 就是因为他发觉 全中国没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圈 可是他发觉台湾有这样的人 于是 就找我过去 那这个就是 我自己也在很彷徨 想说我是不是要转行 因为我就不能再做open source的事 结果 我找到了 因为我坚持在我信仰的东西 其实open source 对我而言 已经是一种信仰 而不是这个信念 就我信仰这个东西 我继续往前走 我相信open source 那开元大神 一定会给我一些保佑 这样子 所以大家相信 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就继续往前走 自然有第二 第三个专场 好 大家都一直谈理论跟实作 这个 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 所以各位家里如果是写论文 你要先问你那个论文是要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 你的假设是不是真的 跟实际的问题是一致的 如果你一致的话 这个理论 当然在实作的时候一定就可以用得上 如果你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那这个理论其实就没有用 那说除了实作能力之外 资讯科技的学生 应该还有什么能力 我记得几年前我去google拜访 他们有一个很知识的工程师 有提到一句话 他说 他个人的看法是说 就一个软体的人才 虽然技术很重要 但是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眼光 也就是你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有眼光 可以看出这个大家的需求 那我用比较抽象的话来谈 我个人觉得 一个资讯科技的学生 资讯的学生应该实作能力之外 应该有什么能力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 是资讯爆炸世界 甚至新的知识史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真知识还是伪知识 所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你怎么理解这些资讯跟知识 你怎么样去解析它 甚至你怎么样去质疑它 然后运用它 第二个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能力 可以去吸收或者吸纳 不同领域的知识 那为什么我说用吸收吸纳 吸收就是说你把它内化成你自己的专业知识之一 但不见得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跟能力 那你至少要能吸纳 现在就刚讲 你可以跟跨领域的人对谈 然后吸纳他们的意见 统合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很重要 第三个跟我前面讲作品的特性有关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理解 乃至于透视我们所处的自然世界跟人文社会 因为只有你能透视你所提出来的作品 才会被user接受 那真的有用 那如果你能透视 进一步就是好 那我做一个作品 你怎么去touch你的tucky user 怎么去触动他们 然后让你的作品跟这个使用者 产生对话跟互动 如果可以 那你的作品就很容易被肯定 那被肯定你要创造 你作品的价值就有比较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跟刚刚理论有关 当我们实作 实作不是单纯消化消耗知识 实作的心得跟经验应该转化回来 成为新的知识 新的SOP 那在我们后续可以reuse它 乃至于我们的下一 我们的后辈可以去学习它 所以理论应该 知识应该是一直演进 那是因为我们实作 要解决问题 那还有一个就是团队合作的能力 大部分伟大作品很难一个人独立完成 那你有没有团队合作的能力 另外一个我常常觉得现在年轻人 是不是缺少这个做梦的能力 这么忙做梦 我们年轻的时候再怎么辛苦 我们都不会失去梦想 我们对未来都充满信心 第二个你有没有透方的能力 也就是你要去一个过去大家都没有耕耘的 甚至觉得它是很困难的领域或者境界 那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乃至于应该先有勇气去透方 那这样你才能开创一些新的这个创作 或者帮我们的科技找到新的方向 那最后一个是现在网路的时代 这个其实很很方便 以前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要跑到图书馆 把每本期刊拿出来看看哪一篇 我喜欢拿Copy回家看 现在不用 所以应该培养一个能力 怎么样善用网路服务平台的能力 那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一个资讯相关科系学生 或者希望投入资讯领域的学生 应该有的素养跟能力 刚才那个郭老师讲到兴趣 那我就延续下去讲了 就可能有些同学知道的事实 是这样 我大学三年级念了十二年 对我觉得我还是在念书 那为什么大学没有念完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 我刚刚提到嘛 我1999年就开始工作 那时候网路还没有泡沫化 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写网页 一页是报价台币九千块 一页 所以我们一个月的收入就是 就二三十万起跳 所以有时候大学教授在讲什么 有时候听不太下去 所以对我来讲 我的是有时候是 我就是看不懂的课 我才去上课 比方说郭耀宏老师那时候是教 然后计算机组织的结构 那我那时候就是 哇这外面算盘 里面东西到底是写什么 看不懂 就是因为真的是看不懂 只好去上课 那我在大学 基本上就 两个老师的课我有听 一个是郭耀宏老师的课 一个是苏文宇老师的课 苏文宇老师的课 苏文宇老师课是教 电路相关的 我就发现奇怪 不管为什么自己算算不懂 所以我还是只好去听课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以前就觉得 那我以前在做什么 我以前是 web啊 database 基本上就是 也不叫云端啊 反正我不知道叫什么端 反正就是说 我以前 我一直以为我的兴趣是 做这种东西 就是因为很好赚 然后好像也很好玩 那但是 网路泡沫化之后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其实 网路泡沫化之后 包含 我以前经营的公司 也赔了一点钱 就 赔了几百万 那有时候也是 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所以我就决定 休学去当兵 然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爸我妈 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就是 我跟她说 我在台南搞一个data center 然后里面放了 200多台电脑 然后 你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Google这家公司 可以说明 所以我也不知道 怎么面对家人 所以去当兵 那当兵 我那时候还要当一年十个月 我就在想想想 我要做什么事 那我一直在想说 我为什么不做一个 我爸我妈 我身边的人 看得懂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就捡进去做手机 就做了大概 做了十年 那上一次做手机 是在零发科 然后 就是说 就是 怎么看就打死了 看不懂 因为不是用看的 要去体会 要去做的 那但是 但是我后来呢 我觉得人生有些转折 就是说 我决定去做硬体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怎样 我对硬体有兴趣了 就是我对硬体设计有兴趣了 然后 因为大学都没有认证念 所以花很多时间去大学旁听 然后去上课 然后后来我觉得硬体还不错 就是我后来有机会设计CPU 那更后来还有机会设计GPU 那但是 这是我以前 就是说十年前我没办 十几年前我没有想象的事情 就是我会去做硬体 而且是做CPU 那 我以前 有大学的时候有接过一个案子 是 要移植Java的虚拟机器 那知道的同学应该知道 就是 比较清楚 这个领域的同学应该比较清楚说 这其实是需要编译器的 但是 我对这门课完全没兴趣 因为我那时候 就觉得说 在台湾 搞 写编译器有什么用 但后来才发现一件事 编译器跟我们身边是很大关系的 然后 所以 我呢想要引一句话 就是说 以前有句话 陶一词说 我是当了爸爸 才知道怎么当爸爸 我相信没有人呢 是觉得换尿部会换得很开心的 会偷笑的 但是你成为爸爸之后 你成为为人夫 为人母 就是 你帮小孩子 做这些事也许是 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 但是你要看到一个小孩子成长 那我相信这些背景知识也是一样 这些所谓的兴趣也是一样 有时候真的是做过 像我以前就是说 我决定要去做硬体的时候 我以前很抗拒的 我很担心我手 被硬体扎伤 就不能写程式了 你要想一个月就可以 写个程式就可以赚二三十万 当然是很努力的保护着手 但是但是就是说 硬体有可能会伤到手 又要摊接这种东西 但是真的是做过 就会有兴趣了 那不然现在我在大学 那其实有空的话 我就是教学生怎么做硬体 学生也不错啦 就是做一些四手飞行器 会动的会跳的会飞的 那我觉得还还还还不错 那重点就是说 所谓的兴趣有时候是可以培养来的 而且是真的是接触更多东西才会有 但是你过去的训练呢 我相信是会有用得上的一天 只要你抱持一个心 愿意去挑战自己 然后愿意成长 喂 好 那在座各位其实已经讲一些 你们大概需要注重培养自己 哪方面的能力 交到很多了 那其实包括创新的能力 学学的能力 你们这个年纪通常不太知道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等到你三四十岁的时候 你再看一个人才 他的能力永远 你要看的是 希望能够看到多面相 好 所以我这边就只专注讲一个 那就是沟通跟语文的能力 所以在座我就只讲英文这件事情 因为尤其在座的各位 你们可能都是有些 Coding搞不好都是比你的同学 厉害比较多的 今天才会坐在这里 对我就是在讲你们 但是 但是注意 但是注意 我过去带过很多学生 Coding很厉害的学生 有时候他们的问题就是 英文跟沟通能力太差 他们可能专注跟电脑的互动 非常的在行 好 但是等到 要沟通 那我只要举个例子就好了 你们很喜欢玩open source 对不对 那你今天要去download 这个open source 如果你今天要研究一下 那个 你今天到他的GitHub 什么文件什么也没有 就一个source code directory 你会继续用吗 好 通常这个你大概 就是说 你不太会了 所以 开玩笑的一点 来讲 我们曾经 这玩笑也是真的 因为最近我们跟一个公司合作 他要写英文的 就是我们帮他们开发的 那个软体的tool 的一个document 所以我学生写comment comment就是注解 但其实他的意思是写comment M-N-A-N-D 知道吗 这问题就来了 那这以前我们也大概听过一个 这个笑话也是真的 就是一个 台湾很大型的学术界的一个专案 到最后结案报告的第一页 你们知道通常chatter one是什么 chatter one是introduction 对不对 就是他写instruction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 这边要根本过程的概念 也许你们在座也有很多人写 诶 真的有到github 或sauce port 放一些open source的东西 你辛辛苦苦写的 没有人瞄你 原因 因为你不会跟 你不会找机会 找场合 跟别人communication 宣传你的东西 你如果去看我早上有讲的那个 约翰坛软体 你就知道 当初linux 如果他就是把他的linux code 就丢到网路上 他不会成就今天的linux 他其实可能到处到什么group 那时候是news group 或什么 到处去推广 到处去回答 到处去回答 到处去回答人家的疑问 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communication文件 写文件的能力 或什么 这个东西居然归根究理 你就是要到 你如果今天要能够走到国际化 那就是英文 所以最后我再讲 讲一个例子 我曾经 有一次在做一个事情 那因为我怕学生会搞砸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design文件 用英文写的 然后就给学生 我就叫学生说 你把它看懂 然后照做 一个月之后 学生虽然那个call有写出来 但是我去看他的sourcecall 完全 完全跟我的 教他要做的design 完全是两回事 我就把他找来 我说 你有什么问题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说 我这边不是写 这边这边要干什么 要这样做 因为有时候coding太厉害的学生 他不会鳥这种 他不太 因为他不喜欢自约 知道吗 不喜欢自约 然后他最后他都会承认 他说 他没有看 我说没有看 那问题是什么 他说看不懂 问题是他看不懂也不会问 那这就有问题了 其实看不懂不会问 包括比如说也许在座 我们等一下主持人可能会说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大家都没问题 你如果连问问题都不会 那这种能力都没有 那你的communication 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最后讲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跟学生讨论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时候 会习惯的讲一些term 一些新的term 我们研究可能理所当然 但对你们可能都是新的 我一定要跟学生 其实我在训练他这个能力 我就说 你一定要立刻阻止我 问我那个东西是什么 讲白一点 我这边再提到最后的能力 就是说 你们要会问问题的能力 因为这个能力 我们比较怕的是 你们在国高中的时候 就被消灭殆尽 所以你们未来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尤其是 也许搞不好 你已经到公司了 去跟其他国外的团队沟通 他批的怕他讲一堆 你又不敢问 你想说我带回去 再好好消化 再去查资料 那问题就来了 你可能三个月之后 交出一个东西 那完全不是人家要的 人家说A 结果你做B 所以这整个能力 其实牵涉到很复杂 古字里当然包括 你的英文的capability 所以你只要想一下 你如果未来真的要做Open Source 先认真一件事情 你至少要会写好的文件 放在网路上 你才能推销你的东西 不要把这种 比如说英文写作的东西 当作是一个很可怕 你不可能超越 或者你那个以前 你已经丢了 要再捡回来 吓死你 那这样你自己不会成长 好 OK 大家好 那我觉得在学校大学里面 谈能力 我觉得有时候对同学来讲 其实都要求过高 我觉得在一个 对我们老师来讲自己一个问题是 我往往不知道 如果今天我被开除了 那接下来 我有什么能力找到工作 因为我们没有测试过 那或许我十年前 有这样测试过 十年后的今天 我完全没有机会测试 所以其实呢 我一直在等 学校开除我 好 那 那 其实 我说 去外面的能力 去外面工作的能力 其实我们在学校的老师 已经完全不知道 好 经过十年之后 我如果再度去找工作 谁会聘用我 OK 那这点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往往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在Open Source的领域 投入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精力 我往往会看到 那些 有花这么多时间的人 他最后得到的成果 是很好的 那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哥哥 OK 那他之前一直很想 去做一个Compiler的工作 但是呢 很奇怪的是 全世界做Compiler的公司 好像都找不太到 这个Compiler好像只是一个 怎么讲 唐吉克德在面对那个风车户 把它当成是一个 一只龙的那种状况 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工作 那可是 到最后 他还是去做了 他做的结果就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 设计了一颗CPU0的CPU 那当然是用Vlog写的 那结果呢 他就跟我要那颗CPU 然后他说 OK 他想要研究Compiler 他就去找了LLVM 而且他专注在backend 然后用LLVM去做backend 然后呢 产生CPU0的call 然后去run 那因为刚好接上我写的CPU0 然后就可以run OK 那这时候呢 他就 那时候他就在想说 我应该怎么样子参与啊 因为 毕竟LLVM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计划 那几百万行的程式 我们要怎么样子进去呢 那所以他锁定backend之后呢 他又选定CPU0这一颗超级简单的处理器 然后他就开始写 那那时候其实我就 我也在写 我那时候也在写一些文章和程式方面的书 那我们就在想说 OK 那我们来 他就在想说 OK 那就写一个 写一本这方面的书 那于是他就开始动笔 那他习惯就是说 用英文的方式来写 那写了之后就发现说 OK 真的有人看 当你 你会发现说 我写的call如果放上网路 其实是没有人看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写本书 写一本书 比较有人会看 那写了书之后呢 你放上网 那如果你今天是写英文的 如果你诉求是在国际性的东西 的话 像LLVM是一个国际性的专案的话 那你最好用英文写 那有些东西是反过来 像程式人杂志 我们是刻意要做教育类的 所以我觉得 英文这种东西可能已经不少了 我们用中文写 我们接触到我们的读者 OK 那所以 我觉得说 写作 其实是程式人的第二个 必须要 必须要有的专长 那你常常写网字 常常写文章 你甚至把自己所懂的东西 最懂的东西 写成一本书 那我觉得慢慢 你会发现说 这种东西 其实 反而比起程式而言 更能够接触到一些更广的读者 OK 那当有了这些读者之后 其实 互动性就会比较容易起来 那慢慢的 像我大哥他的那本书 后来 LLVM的官方 也就把它收进去了 所以慢慢的发现说 它已经进入LLVM的社群里面 可以跟人家做很好的沟通 OK 那所以我觉得 open source 是一个很神奇的领域 我觉得 它 弥补了学术界很多很多的不足 但是open source 我看到的一个问题是说 它太大 第二个 写程式的人 不喜欢写document OK 那我觉得 如果说 我们可以从document下手的话 其实会是一个捷径 我认为这是会比较容易入手的一个方式 好 谢谢 好 那就是 接下来剩下2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想 这个我们就开放问答 那其实 刚刚老师很担心说 因为 在台湾嘛 就是通常问说 欸有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都不会举手 但好消息是实际上 在IRC上面 其实蛮多 与会者都有提出一些问题 那我想接下来的话 为了 可以让比较多的问题都回答到 我想我们就 不用每个人都回答 那我把题目 讲出来之后 看 大家比较有意愿的 我们就回答就好 那第一个题目是说 如果 像刚刚其实我们提到很多 关于这个创新跟实作 那 要互相 实作的理论 就是要互相搭配 才有办法 把真正的所谓的理论 学得好 那也可以真的有一些硬功夫的地方 那 像刚刚陈老师也提到说 就是open source的东西很大 那 像一些城市比赛之类的 早上也有提过 可能是比较是精英式的竞赛 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参与 那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方式或是建议 对于说 如果今天是资讯系的学生 他今天因为参加了这个panel 然后他决定说 我要好好的把 所谓的城市的能力 能够做的 能力 培养起来 那怎么样子的管道 会是比较适合的 那这边 进行一个广告时间 那 因为前一阵子 那个网友 Flightchain 前逢祥 那 他呢 发了一封讯息 然后说 如果集到五千个赞 我就要来做国民机 然后呢 结果我们看到之后就狂推 然后狂推之后果然七八千个站出现 然后呢所以他被迫要去做国民机 那他想了一想国民机到底要做什么 那他就给了个名字叫Hengi 那为什么叫Hengi呢 就是韩籍的艺术 那所以呢Hengi现在我们 因为我们是狂推 狂推Hengi这个国民机产生的人 但是其实我不会做国民机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还在大学的话 我会去参加这一个计划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支手机是怎么诞生的 那当然Jeson可能已经很有经验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学校是学不到的 如果你今天想学 加入他们的Facebook社团 加入他们的IRC去讨论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在这边呢 帮钱峰祥做一下广告 谢谢 好 那个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我自己 以前在刚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城市竞赛的部分 其实就是很多是演算法 那可能对于多数的资讯系的学生来讲 你可能不见得那么擅长这个部分 那Open Source又非常大 那Shogabug其实好像也不知从何做起 那更何况是还有一些语言性的障碍 所以其实像刚刚陈老师一直有提到说 不见得你今天对于Open Source的贡献 但你会觉得说我是资讯系的 我要能够贡献能够培养能力 我就一定是要写扣 但其实不一定 因为在一开始 可能你只是光是把Documentation 或者说像可能有一些英文的内容 你可以把它稍微做中文化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直接相关 是对于资讯能力的提升 可是在这过程中 你可以慢慢找到那个入门的方式 那就可以慢慢地进入到 所谓比较硬功夫的部分 就是最重要是踏出第一步 我觉得是愿意能够参与 其实就是好的开始 那慢慢地就可以有比较大的改变 好 下面另外一题 我觉得这题很有趣 他发问的人在台下是一位药师 那他就是 跟资讯工程领域是完全无关的 那他说他的工作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需要 因为药师 要跟民众解释他的这些药学的知识 那想问一下就是说 语坛人有没有比较多这种跨领域的 沟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语坛人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怎么样建立对话 我这个想到说 在十几年前我开始在研究这个智慧家庭 那希望从认知心理学去发展一个数位广加 所以就找了认知心理学的教授跟研究生来合作 因为我们学工程习惯两个礼拜就认定进度 结果不到两个月学生先不来了 再过一个月老师也不来 老师说 他们那个领域好像不是这样做研究的 所以这个跨领域的对话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又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只要从学生时代 我觉得通识的教育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你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在不同领域的基本的知识 第二个是相互尊重 也就是尊重每一个领域 它的重要性 当你有尊重有基本的素养的时候 那就可以建立对话 那当然是说我如果是一个药师 我希望对不同的人去做沟通解释药学的知识 我的建议会从使用者的立场来思考这个事情 也就是来的 我们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这个其实还是重要的 就来的人你要对他做说明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样的人如果能够理解 这个可能你用他听得懂的话去解释 其实是更容易的 更容易的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可能要这样来思考 OK我想问大家 大家你有没有听过有个东西叫TED TED 有听过的举手 TED OK好 蛮多同学都听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大家既然看过我就不多解释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地方 非常学有专精 可是你要怎么样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话 把它讲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能力 据我所知 TED并不是刚好台上的人就这么会讲 那么精准的把18分钟就讲完 而是TED背后有一个团队 他先把那个可能研究很深的那一个人 多去了解 了解完之后帮他写一个剧本 写一个剧本完之后 请他练习用那个剧本把它讲出来 于是呢 其实每一个上去讲 虽然他自己是original原创者 但是呢 他的剧本不是他原创的 可能是那个组织帮他原创的 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如果要用跨领域的方式告诉别人 我们一定要站在听众的角度来看 所以刚刚郭老师也讲到 那第二个点呢 什么是跨领域 大家是不是有过大一的时候 听老师上课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其实大一的时候 大家是没有知识的 老师在教同学的时候 理论上要用跨领域的方式来教 因为其实领域还不同嘛 对 但是老师教研究生的方式 一定就不是那么跨领域 他可能就是 当然还是有些challenge 可是至少在同个领域上 再去精益求精 那有时候 同学听不懂老师 不一定是同学知识努顿 我们也知道有些老师 我们特别喜欢去听 那就是因为 他的说法会更让我们觉得说 听得懂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甚至我曾经跳过某一堂课 去听另外开同样课程的老师 我去上 然后我可能学习效果 还比我在原班上的好 这些都是跨领域 所以大家有没有去想过 跨领域其实就是 说一个故事 然后用对方本来 他心里对很多事 会有不同的friend work 那我们去找到就是 最常被大家理解的friend work 去解释一个 可能不见得是他 但是你去让大家引进去之后 就可以去理解 所以我觉得跨领域就是 想办法去站在对方的立场 假设你不懂 你还有办法讲到他懂 这是要多去练习 所以不论是台下这位钥匙 或者是各位同学 假设你今天要去跟别人解释 什么是open source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对open source的定义 还是不那么清楚 甚至资讯科系的 或者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像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 也是个开源的 但是是一个内容的条款 叫creative commons 创用cc OK我看到有些人点头 创用cc它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 把我们自己的素材用公众授权方式 让全世界其他人去利用 然后呢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字很多的 叫做legal版 就是给法律人读 那字很多 一个版本就是非常少 用很简单的字告诉你说 tronome c是什么 所以呢 我都说一个是给人读的 一个是给法律人读的 好像法律人不是人一样 OK其实不是的 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呢 在专业上要写扣 能够写到像 就我有比例 比喻 就像法律人写扣 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做到这样 可是我们讲给一般人听的时候 我们要讲是人能够听得懂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能力也是我们需要去培养的 好 那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稍微比较sharp 就是比较尖锐一点 但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场合 是蛮适合的 就是说这位同学问说 如果他像刚刚有提到说 自学能力很重要 有自学的问题 有自学能力的人 可能你就学校老师 通常比较不担心 那问题就在说 那有自学能力的人 那他读大学的这个意义 会是在哪边 因为其实像 千前老师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大学当中 因为众多所谓的 可为或不可为的一些原因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学生可能会觉得说 我今天写作业 然后为了赶成绩 那反而没有办法 好好的时间去做专题 好好做自己喜欢的project 那关于这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 余慧人有没有什么看法 读大学本来就是建立 自我发展的能力 跟方向 所以有自学能力 跟要不要到大学读书 应该是没有冲突 我们一直都认为 这个到大学上课 就是老师在台上讲 学生在台下听 我想应该不是 其实在校园里面 应该是老师跟学生 是互动的 是伙伴 所以有很多互动 譬如说我要做实作 你是不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可能老师是你一个交换意见的地方 你的同学 你的学长 学弟 可能都是你学习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到大学 不一定是跟老师学 有时候是老师跟你相互学习 我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翘课 我不知道黄敬群 是常常有没有翘我的课 但是我也会翘课 因为我会自己到图书馆去找 我那个时候是杂家 找哲学 找社会学 找心理学的看 这个也是前一个问题就是 跨领域沟通 同理心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建立同理心 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能够多了解 不同面向的知识跟现象的时候 你才可以建立同理心 大概是这样 这个问题当然很尖锐 不过我以我个人的经验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刚刚后来我们在座聊起来 发现我们都是交大之科系的 那我进交大之科系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你说讲明白一点 高中生有时候笨笨的 因为那时候交大有知科系 还有计算机工程系 计算机工程系听起来就很怂 感觉是做计算机的 所以我们就填到交大之科系去 后来一进去你就发现完全错了 因为交大那时候为了成立理学院 所以从计算机工程系的一些教授 分了只有total六个老师 然后成立交大之科系 那教授们通常那时候 在我们念书的时候 都去教大四的课程 所以我们大一大二到大三 都是被几个讲师教的 那基本上我几乎都是翘课 所以我意思说你们现在资源可能很好 但那个年代呢 翘课怎么办 就自己念 因为课堂上开这个东西 你就自己念 所以你也可以说 应该说我在大学到大三 基本上是自学的 基本上是自学 但是话说回来 我到了大师的时候 那时候上我硕士班指导教授的课 他叫蔡文祥 蔡文祥教授教大 那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如果一个东西 有个老师 他可以把复杂的东西 讲得很简单给你听 你的学习速度是有多快 所以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情 也许你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学 但是如果有人帮你整理好 然后他可以把很复杂的东西 又很简单的东西讲给你听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快乐的学习 所以通常 我希望你们应该说 有时候你们也会觉得某些老师教不好 你就翘课 但是重点 你如果翘了 你要自己发誓 这门课我自己念 已经念得比其他同学更好 而不是像我们大部分都会接触到 就是说 学生成绩不好 几乎弄到快被踢出学校 那你如果去跟他访谈 他就抱怨学校老师教得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应该说不太自我堕落的借口 所以我这大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真的 有什么样的人 他能够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交给你很简单的 那你不用自学不是也很快乐吗 所以就大概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 看 我先说一下 我大一到大三 几乎都是翘课 所以你如果翘课 今天要跟我来聊 我很高兴跟你聊 我最后想补充一下 我觉得学校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看重 其实看重学校 到底有没有用的是我们的社会 不是我们自己 不是吗 我们社会一直说 你一定要念到什么东西 你要怎么样 可是你要去想的事情是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要的 我觉得这会更重要 比如说啦 我们常常会想说 到底是我读到台大教大 我觉得这件事很荣耀 还是以后的台大教大 要因为我有这个毕业生 而很荣耀 我觉得这个想法 大家要去想清楚 OK 这是一个点 第二点是 最后要讲的是 Hacker Hacker精神 Hacker ethics 或者是Hacker的这样的culture 是什么东西 大家仔细去想 因为呢 大家如果对Open Source了解了 一定就知道说 我们讲了Hacker 并不是那种搞破坏的 而是对于系统而言 你有兴趣 钻到非常深了解 整个系统的全貌 以及知道它的问题 它的还可以进步的地方所在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去追求知识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教授 都是一个Hacker 在那个领域当中 要去追求到极致 如果我们针对有 我们自己本来就有自学能力的人 我们本来就可以做这件事 而学校只是一个辅助 就是说呢 学校辅助你做得更好 如果你没去学校呢 你发觉你没去学校 跟去学校好像是一样的话 我个人的意见反而是觉得说 重点是你自己 有没有做到那个点 而不是学校 有没有recognize你 学校不是 我们社会认为 学校recognize你 但是你自己 如果还这样想 你就在这个里面了 但重点是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那我觉得Hacker的精神跟自学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反之学校反而是 过去的经验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大规模生产 用像工厂 然后我们就出一个教程 然后每个人都上 一定有一些人是没办法 完全fit in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学校它雇的不是 3% 5%的前面那些人 它至少是要雇50%以上的人 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教育 所以如果你是那50%的人 那我觉得那更应该要来学校 因为学校它存在的价值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自己不是那3% 5%的人 所以我知道我到学校去 我学到会比我自己学更多 那你要自己去看清楚 你是怎么样的人 我的建议是这样 所以我大概很简短的补充一下 就是说 当然你如果是那3%的人 那有时候你突然想做什么事情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并没有那样的resource 这resource可能是设备 这resource可能是背后的knowledge 它可能是很深刻 你必须要study一些 那个paper或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学校或者是研究所 它在整个 我应该说整个国家 它本来就有它的定位跟那个 所以就算你是那3%的人 如果应该说我们 如果你能够好好利用 这个比如说国家教育的资源 对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大概在这边做个注解 好 那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作囊会差不多到这边结束 那如果就是稍后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当然也欢迎等一下在台下 跟语谈人们交流跟讨论 那我想早上就是都是kino 可能都是由教授们分享 那只有一节的时间 是让大家学生分享 不过SICCOM本来就是一个学生应该分享的 那我想接下来下午的时间就是 大家可以好好的就是交流跟学习 好谢谢大家